73年前 北京以抗美援朝的名义派出上百万名志愿军协助北韩参与韩战 最终结果是刚刚好守住38度线 但是有将近20到40万的军人命丧朝鲜半岛 战争惨烈 而且跟中方自己的安全不太相关 但因为是抗美的成功案例 最近成为中国方面积极宣传赞扬的对象 因此中国官方在周四周五两天大动作从南韩赢回第十批 总共25具当年抗美援朝阵亡军人遗骸安葬 并且强调 管理者包括港澳台学生相当统战 北韩领导人金日成73年前挥军南下开启韩战 却遭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 连38度线都守不住 当年中国大陆领导人毛泽东为了协助北韩 派遣上百万军人以志愿军名义跨越压绿江 与北韩联手展开地面战 然而三年熬战 损兵折将 数十万中国志愿军命丧朝鲜半岛土地 而且因战争惨烈 不少阵亡将士只能就地掩埋 历经七十多个韩属部分官兵的遗骸 如今终于能返回故里 装有25具阵亡军人遗骸 以及335件遗物的官国 在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赴上五星旗之后 周四上午从南韩人穿机场起飞 在两架歼20战机半飞近两个小时后 专机抵达辽宁沈阳桃仙机场 并以国际民航最高级别里以过水门致意 当局更在机场举办大规模遗骸迎回仪式 上千名代表现场官礼 其中不仅有当年同样跨越压绿江参与韩战的老兵 当局还特别安排香港与澳门学生 甚至台湾学生到场官礼 统战意味十足 现在因为异于我们这个祖国繁荣富强 所以他们终于可以魂归故里 然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但实际上从韩战结束之后 联合国早在1954年就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处理阵亡将士遗骸 北京当局一开始选择 把中方遗骸与北韩士兵一同送回北韩安葬 到1991年中国与北韩停止处理遗骸 南韩当局只好暂时将遗骨安葬 在当地的北韩与中国军人墓地 直到2013年时任南韩总统的朴警会访问中国期间 与中方就遗骸问题达成协议之后 韩方开始挖掘下葬的遗骸 并且从2014年开始交接遗骸 我国已已经连续9年迎接9批 共91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归国安葬 今年将再次从韩国迎回第10批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10年来每年一次几乎一模一样的仪式 北京当局年复一年的把这场活动 刻画成爱国与民族教育样板 由当年的韩战老兵一边缅怀同袍 一边歌颂祖国伟大 整天雪地超面加雪 就这样过过来 我们有的战友就没过来 就藏在那个一国他乡了 我这系列非常高兴 祖国用最庄严的形式 把他们接回家 让他们回来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 然而对于这场战争 从头到尾都发生在别国领土上 以及大陆志愿军人在战事中损失的惨烈 北京当局却全都闭口不谈 就像在中国卖座电影《长津湖》里 极尽美化志愿军的英勇姿态 却刻意避谈这些军人 大多是因为在战场上缺衣少时 后勤补给不足而被冻死 学者也坦言这种对韩战 也就是中方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 刻意美化 其中的一个目的 随着今年从南海迎接回来的 25具遗骸 周五正式入土下葬 十年来返回中国的 阵亡军人遗骸 总数已经达到938具 然而这将近一千名返乡遗骨 与数千件的遗物 竟然只有十具遗骨 真正找回自己的身份与家人 哪里的英雄又该回到哪个家乡 7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谁能回答 TVBS新闻综合报道